国际永连在做出裁决后不到一个月 本应保密的裁决书 竟然被泄露并被媒体报道转载 这是如何发生的 当检察人员从见到我的那一刻开始 就一直对我进行拍照 摄像 我的肖像权利该如何得到保护 当缺乏符合资质的陪同员监督我排尿时 主检官竟然提议让我母亲站在身后进行监督 我的隐私权如何得到保护 为什么我没有权利要求检察人员出示合法资质 当我提议为了等候有资质的检察官来进行检查时 我可以一直等到天亮 为何主检官和我说拒绝 9月4日那天晚上 我被三位检察人员当晚如此无视法律的规则和行为所感到震惊 虽然我不是律师 但是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兴奋级检查 我知道检查期间 检察人员是绝对禁止对运动人进行拍照和录像 检察人员是绝对运动人 Zukunft 检察人员 Buch 检察人员和继续